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大家最近有没有发现在NetHire上 CPU8框的收益涨了很多 我现在用的是AMD CPU是T950X 每天收益是10块钱 这个已经是抛去电费了 电费是按5毛5每千瓦时算的 毛收益也是10多块钱吧 这个在NetHire上CPU8框的主要的算法是门罗的算法 但是门罗币的价格并没有涨 但是现在收益已经涨了好几倍 而且维持了五六天了 这个开始觉得很奇怪 后来在这个比特币的一个论坛上 发现了这个新出的一个ZEPS的币 这是翻译之后的 它用的是门罗算法 门罗算法是稳定币 它是定义为美元的稳定币 是1比1的关系 我估计就是因为这个币的出现导致了 这个NetHire上的收益涨了很多 门罗币的收益涨了很多 咱看一下它的矿池 这是它自己的官方矿池 这个是咱看一下它的收益 我用7950X收益 那个7950XCPU的算力是20k 2万HT 它显示的收益是2.7965 相当于是2.7 2.8 2.8美金 还是挺高的了 这是它的交易所 现在比例关系不到1 我不知道它跟美元挂钩的比例关系能维持多长时间 反正不过现在既然有收益 咱们就可以尝试进行挖矿 如果手里有比较好的CPU的话 其实一般的CPU也是可以的 现在比如咱看一个是5900 5900的收益是6.84 咱们再看一个有服务器CPU 7742 这是一款比较好的CPU 服务器用的 应该是留4核的 将近20块钱一天 这也是服务器的CPU 7551 这是比较老的 这个在淘宝上才卖700多块钱 就连它现在收益也是挺高的了 但我不建议大家为了这个收益去特意去大量去买 去采购CPU 因为这个收益真的不知道能维持多少天 下面我就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有何在NetHire上用CPU挖矿 首先咱们先看一下 NetHire上门罗币的一个它的服务器 点击这个算法 往下拉 这个就是门罗币的算法 底下有两款它的挖矿服务器 咱们选第一个 就先把它记住了 咱们先去Google里搜这个专门挖门罗币的软件 是XMRIG 之后 选这个Github这个网站 点进去之后 这有一个re-released 然后可以下载最新版本的 大家自己根据自己是Lintux系统还是Windows系统去选择不同的版本 我是Windows系统 就选这个GCC Win64 下载之后 下载之后 解压缩 进到目录里面 它这里有一个文件是视力文件 告诉咱们应该怎么设置命令 怎么设置这个P处理文件 咱们先点击它 打开它 然后看到这个后面许多 双方后 后面这些说明文件可以给它删除 只保留下面这几行 第一行的作用应该是 使程序工作在P处理文件所在目录下 这个咱们保留它 下面这就是挖矿的主程序 还有它的参数 前面这个-O后面 这是挖矿的服务器地址 这个就可以 把这个咱们nethash上的地址 复制过去 然后把这个前面这些协议取消 它这个不用前面这个协议 然后后面这个-U后面是你的钱包地址 这个换成nethash上的瓦矿的钱包地址 后面这个-P-X这是保留默认 这里面 我有一个我设置好的 这是我自己的瓦矿程序 对了 前面这个一定要加上-A 后面这是算法 它对RS-0 它这个就代表门罗算法 这个在nethash上挖矿 一定要把这个加上 不然的话是挖不了的 后面这个地址 是nethash上的挖矿地址 这个是点后面是矿工名称 这可以有也可以没有 没有的话就点 从连点到这个001都可以去掉的 这个名字可以自己随便起 然后-X 这就是使用代理 这个nethash nethash挖矿一定要用代理 不用代理的话是连不上的 这个设置自己的代理地址 这我这是用clash 那个代理的 所以说它这个默认的是127.0.0.1 端口是7890 后面的参数可选吧 这个两个杠 nethash 这个我不知道它具体有什么作用或优化 反正选不选应该都没什么太大区别 这个后面应该就是一个指定的一个用AMD处理器的 这个可能不选应该也没事 这个后面是捐赠 这个是每隔是好像是100分钟 贡献几分钟的那个给这个软件的开发 这个我选的是一分钟应该是最少的 默认的 要于我不写这个不写的参数的话 应该默认是5分钟 每挖100分钟会贡献出5分钟来 呃 现在这个程序就设置好了 对啊 还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地方 就是可以看到我现在挖矿 现在的哈希率是20k 2万2万哈希20k吧 呃 开始可没有这么高 有几方面原因 先说第一个 第一个是 这个挖矿的主程序 XMIG这个文件 咱们 一定要用管理员身份运行 但是这个在这里面 而因为咱执行的是批处理 所以这个要把它的属性改成这个方式 点击属性 点击兼容性 这里也有一个更改所有用户的设置 把这个以管理员身份运行此程序 这个一定要勾选上 底下这个应该没什么用 把这个勾选上之后 点击应用 确定 选与不选这个选项 对算力的影响是非常大 如果不是以管理员身份运行的话 它这个算力 我这个上面的算力只有12k 差不到一半 选上这个之后 能达到20k 还有一点就是 它的内存 我这识别出的是两条的DDR5的内存 是6000兆赫 我的内存买的就是6000兆赫的 这个主板可以是超到这个6000兆赫的 默认是4800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把内存 一定要把主板的那个内存频率 就是超到你内存能达到的最大频率 还有一个是内存必须使用双通道 单通道的算力也会低很多 这几点非常重要 我再重复一遍 一个是内存一定要双通道 而且频率设置成最高能使用的频率 还有一个是那个 还有一个是这个 要以管理员身份运行 还有一个就是刚才挖矿设置一个代理 必须是用代理 还有最后一个要注意的地方 就是咱们 要把电脑的 电源休眠选项一定要关掉它 进到控制院板电源选项 这里有个平衡 之后更改一下 就是默认选的平衡 你更改一下计划设置就可以了 把这个计算机进入默认状态 它这默认的可是好像是20分钟 要改成从步 还有一个是保存修改 还有一个是更改高级电源设置 里面有一个硬盘的休眠 把这个设置成0 这样电脑 除了显示器 显示器无所谓 电脑就是禁止 让它进入休眠状态 不然的话会严重影响挖矿 好了 现在基本都设置完了 再补充一下 刚才咱们设置的挖矿程序 以管理员身份运行 设置之后一定要重启电脑 不重启电脑的话 这个设置是不生效的 还有一个就是CPU挖矿功耗 我这个是AMD的7950X 它的功耗是170瓦 只有CPU的功耗是170瓦左右 整机功耗我达到了250瓦 我试着降低过电压 保持现在的频率 保持现在的那个CPU频率 降低过电压 功耗可以降到220瓦 就整机功耗 但是我看网上有整机功耗 可以达到170瓦 150瓦的 具体我还没有进行尝试 在后面等稳定的挖几天之后 我再考虑去慢慢的去调整它 如果有需要的话 再做一期视频 我一般习惯就是用Netshash进行挖矿 因为它直接就把 直接就把挖的矿转按成比特币 直接就把你的算力 转按成比特币支付给你 如果用 如果直接在这个 这一PH它这个矿池挖 当然收益可能会高一些 但是现在它上的这些都是小交易所 一个是转入转出交易所 它有一个风险 还有一个是有一个成本 它提币什么的 会需要比较高的提币费用 所以一般省事的话 我一般还是喜欢用Netshash上来进行挖矿 好了 希望这期视频对大家有所帮助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